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要早点解决 嗯 行了 你赶快回去吧 别让营处知道 爸 你慢走 好 你们俩 蹙蹙背着我聊什么呢 我只骗我啊 什么 周玉剑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 我能理解他感觉 确实也理解他想要故事集团 但我绝不容忍他伤害你 那你打算怎么做 灭掉复理集团 可他毕竟是你的哥哥 你父母已经不在了 如果 如果他能成仙悔过 就放过他 你希望我这么做 嗯 好 听不到 郭总 你来的比我想象中的晚啊 林初不想让我灭掉你 所以 我放弃追究你的仇人 也不会对福利集团做什么 你退一过来 是为了让我感谢 要你跟沈云初道歉 并且承诺从此以后 永远不要出现在林时 如果我不答应 那我就灭掉你 哈哈 灭掉我 顾经文 我可不是封珊珊 顾经文 要不是因为你妈 老爷子也不会把母母子俩赶出顾家 我母亲也不会被气死 我更不会流落街头 我独把故事集团想要毒害父亲 父亲赶走你们 那是你们最有应得 一个小三妈似的人渣 敢跟我讲故事集团 你给我听好了 故事集团是 是我的 好 来 我要让富丽在林时消失 好 李治 我可没有跟你说话 我的话都听到了吗 我的话都听到了吗 是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这是我的新助理 他会一一理清你的工作 如有商业泄密 就等着坐牢 你听我解释过 大叔 你没事吧 去吧 谁坐牢 还不一定呢 你真是老顾总的大长者 是的 陈总 都顾这个一样 都胡作非的一样 一点都没把我们 这些老家伙放在眼里 要是你能来 掌管这故事集团 那可再好不过了 陈总 如果你能帮我得到故事集团 拧开什么价格 我都能满足你 那你要我怎么帮你 很简单 我老爸的那份遗嘱 遗嘱 的确是我公布 不过 那遗嘱上 并没有提到你 但是谁能保证 这份遗嘱 不是故经为伪造的呢 告我 果然是告我 不计划 你才跟踪我 陈总监谷全转上行义书的时候 心不甘情不愿的 我就觉得陈总监下来 肯定有大得作 看来 我给判断很准 你想干什么 给周宇打电话 拒绝他让你办的事 就这 就这 不计划 你要我肯定顾行为 能当遗嘱的事啊 我不计划 陈总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陈总 刚刚你说的话 我都录下了 你想搞过我吗 我的目标是周宇 至于你 你 我是进族 我是进族 不是离家出走 就一个礼拜 你不用把家都搬过去吧 具图里提供的酒店再舒服 也不如家里舒服 我啊 必须得跟你备齐了 那你 为什么把你给的事业也放进来了 我全程跟组完 啊 公司你不管了 我新招的个助理 非常想干 我不在家 完全没有问题 万一 是下一个名助理吗 放心吧 不会吧 我心里有数 怎么 还说 顾他太不需要我过去呢 我 放心吧 我会非常非常小心 不让任何人知道 我和你结婚的小心 我也 不是这个意思 那 可以公开了 我啊 会一直在背后支持你的 顾太太 这是你做的 我只是让福利集团破产 周玉的死活跟我无关 可你答应过我要放过他的 前提是他诚心悔过 我去找过他 他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还侮辱我的母亲 我这么做 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 我万一周玉 要是真的死了 不会的 他为了报复我 报复故事集团 处心拘律磨坏了十年 你觉得我可怕 他毕竟跟你有血缘关系 现在的下落不明 要是真的死了 云初 他是死是活跟我无关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而已 前面放我下来 云初 如果我不反击周玉 会报复我的 我是自保 你相信我好吗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好 那我一会儿再来 爸 复利集团破产的事 你知道吗 知道啊 哎呀 经纬做的实在太好了 干脆利落 你不觉得 他有点流血无情吗 周易是差点毁了你名声的人 经纬是维护你保护你的老公 哎你怎么说话的呢 我跟你说 哎别 我跟你说啊 你要敢拉这事跟经纬吵架 我饶不了你 到底是我是你亲生的 还是他是你亲生的 还是他是你亲生的 你怎么 你怎么 我没地方去了 你能收留我吗 我看看 我看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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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